我今天這個訪問嘉賓非常特別 不過Andy要聲明一下 我今天的身份真的是一個主持 因為我的嘉賓也是一位主持 但今天的身份就是我的嘉賓 歡迎你Edmond 許文謙 Thank you Andy 你好 電視上很多音樂節目 經常都見到你 是 我一直以來都是做主持的工作比較多 可能早年 先說十幾年前 可能在E-News 娛樂新聞台 大家會見到我開麥克風 採訪所有的娛樂新聞 到近這幾年 其實我覺得都挺幸運的 多了很多音樂上的主持工作 或者牽涉到音樂範疇的工作 可能這幾年剛好 我一直約一些歌手朋友做訪問 大家開始感受到 或者是見到原來Edmond也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對音樂有關的採訪工作也有興趣 慢慢真的建立到一個角色 某程度上 我不知道 我有一點點的感覺 我不知道外界會否想起Edmond 會想起音樂主持呢 我不知道 我就會了 我真的覺得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節目 有些可能是錄影式的特輯節目 有些真的像一些比賽的節目 我都會看到你 神出鬼沒 神出鬼沒 有些在台前訪問嘉賓 有些會在後台那裏去捕捉一些點滴給我們 有些捕捏好聲音 彈出來說五眼燈那些 我不敢說我可以代表到任何一個觀眾的心聲 但我覺得每一個觀眾都有自己的想法 覺得那個人是否真的搶得好 那個人是否搶得不太好 但有五眼燈那為甚麼 我都會有這些面口可以給別人看 是娛樂性多一點的 不過 我覺得你很樂在其中 其實是否很開心 如果不喜歡做主持 我想我會做到17年 17年了 那已經17年了 就是加入TVB做主持 雖然那個工作班一直有些轉變或不同 但主持的工作一直有17年 我都沒想過這麼耐力屎虛 17年不行了 我一定要祝你說你的甜酸苦辣 其實你17年裏面有沒有一些時刻 有沒有一些時刻你很難忘 是開心或者不開心 我想其實每一個階段都有開心不開心的 就是早期的就可能戰戰兢兢一點 就是甚麼都不會走出去 因為我個人呢 我經常覺得我是早期一點 是比較被動一點的 somehow 我真的可能 入了行 接觸到這行的人多了 然後慢慢建立到我自己的性格 是有一點點不同了 就是可能主動了 somehow 有一點點 又或者可能關掉了大家好談的 所以我會主動一點 所以開頭的時候就有一點點 是怕醜一點 或者不敢走過去 可能有些偶像可能見到的 很害怕 不敢走過去 或者有時可能說一句 可能就會約到訪問都未定 那些也有點害怕 這個就 現在回想起來就得嘆笑 為什麼自己好像怕醜到一個點 那樣 但是慢慢慢慢就造成了自己 大膽了 或者 我覺得現在 反而更加成熟 我想這個時刻 我覺得自己是最準備好 我覺得這個時刻 非常好 但我又真的很八卦 會不會有哪一個時刻 你見到哪一位歌手 可能他真的是你的偶像 那你已經好像眼睛冰冰到 已經不知道怎樣問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跟你分享 有的 以前是緊張的 我很喜歡關淑儀的 哦 這麼早年也有經常見到他 是啊 一兩次訪問都真的真心緊張 但是很久已經 是的 你知道 外界有很多所謂的傳聞 完全是沒有這個感覺 就是 開頭我自己很緊張 接著一到位 真的下手做的時候 就好像真的很friendly 聊天的感覺 那就有一點點 呃 呃 跟我以前覺得 他的感覺是 完全不同 都挺有趣的 這個歌 咦 我以前 就是壞點說過 我小時候聽了一些歌大 他就在我前面 就是真的有這個感覺 我真的覺得 但是慢慢 就是 見多了 更加 我不說得上說 很特別交心 但是每一次見到 都會問候下 已經很不同 這個感覺 你想回頭 你怎會有一個偶像 你會好像變成一個 整天見的 所謂朋友 或者工作上 經常會有機會 碰到的 工作上碰到的 如果你說 有些藝人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很重要 這十幾年 我覺得 其實楊千懷幫到我很多 這個是真的 他哪方面可以令你 覺得 對你有很大的力量 或者可以推動到你 很多時候 約訪問 或者問一句 其實他都以不用詞 是真的會 答應的 因為我都明白 有時候可能做訪問 大家看得好像很簡單 我經常都收到很多信息 你找誰做訪問 好像說得很容易 其實你也知道 你約人 你要配合很多東西 公司 裝潢 錢 時間 時間 他是不是需要 在那個時刻做訪問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宣傳期 有個時限 他沒有新歌的時候 未必需要宣傳 可能有時候 他有公司在身的時候 很多事情 他都要問回公司 公司不容許的時候 其實就算他OK 他都未必做到 這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真的記得二十年前 其實文軒是拿過冠軍 是歌唱比賽的冠軍 快點跟大家說一下 去讓我們重拾回憶 那時候就新秀 就是澳洲那邊 全球華人新秀澳洲的 Sydney選手 那時候你在那裡讀書 是的 膽粗粗就去第二張方 就去報名 我現在回想起來也是 如果我一次沒有播過去澳洲讀書 我一直都在香港 我未必 如果在香港 就當然是報香港 我應該未必去報名 也沒有那個想法 因為那邊的環節比較小 女生通常會參加 選美 選美的小姐那些 男生或者有些女生 都會參加新秀 那個圈子很小的時候 大家都說參加 那個人參加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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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很多參加 我就去了參加 就是去了參加 就是這樣就贏了 然後回到香港再比賽 還有你唱首歌一點都不宜償 是張學友的留意 我覺得我沒有想過 因為我剛才跟你說 我本來也沒有想過參加比賽 我不會想那首歌 是否適合比賽 我完全沒有想 我純粹是 那首歌我平常常聽開的 我熟悉的 還有我喜歡的 那就拿去比賽 我最多是聽到那些人說 當然是選張學友 他懂這樣的聲音 所以我沒有想過 最有趣的地方是 因為第一季中央好聲音 艾家信 艾家信 他唱這首歌 那我就打開了跟他的話題 嘩 所以你是不是音樂可以交朋友 其實也是 我都覺得 因為有趣 我都問了 為什麼你會認識這首歌 因為整個世界 是沒有人認識這首歌曲的 很有趣 所以我經常 因為艾家信的關係 有時跟他去一些Fan Cup派對 有時拉著我上去唱 我經常都在他的台上說 這首歌 就是我當新歌 介紹給大家 這個其實都是我自己做主持 其中一個小小的問題 我有時候很希望 在訪問裡面 或者我有時候 在網上寫一些專欄 都會說一些歌 其實我沒有說到自己的問題 但是我希望 我知道有些這樣的歌 如果你看到 你進去聽一下 那就多一個人聽到多一首歌 因為很多人都聊天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你是唱歌比賽出身的 那他都會想 就是 剛剛中現好聲音 還未到第二季 也有些可能 藝人都可以參加 為什麼你不參加 其實我第一季那時候 是有想過參加的 反而第一季那時候 你想過參加 對 第一季 因為那時候 都不知道究竟不參加 是的 那時候 第一季就不參加 因為我們公司 自己的藝人的時候 就打燒了那個臉頭 然後我就 因為第一季 關了這個節目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很清晰 究竟整個方法 或者背後的中心思想 那個電影是想怎樣的 然後我心裡知道了 原來是被一些有唱歌夢去追他們夢的人 再去做 那我 我有一點想法 去第二季的時候 就是開放給藝人參加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這個時刻 其實 我喜歡唱歌 但我還沒有一個聲音 告訴我我做歌手 所以我的夢想不是在那邊 我夢想是一個音樂主持 既然有個位置 都讓我可以參與做主持 那個工作 那不如我專心做一個主持 那時候有機會我再參加 這個是我自己的心思 所以為何這次沒有參加 是這個原因 其實我跟文軒聊天 我有很大的得著 我覺得得著 其實適合大家去量度 就是很多人都說 現在有歌唱比賽 一窩蜂去玩 紅了就行了 你是很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些什麼 你不會為了參加而參加 甚至付 而且知道自己又不是特別唱得好 不是啦 我覺得不是啦 我看到那個第一季又好 第二季都好 他說歌歌唱很厲害 其實你都明白啦 你自己唱得好 有時候可能唱K唱得好 你上到一個台 還有Live Band 有另外一個世界 亦會有很多東西 其實不是那件事 就是我剛才跟你說 我每一次都會有些壓力的時候 我唱歌其實更大壓力 每一次踩上台 不知為何 腎上線飆升 所以其實我控制到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心理質素 我都不知道 所以不參加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唐人的質素太多了 我就是喜歡你這種性格 如果有些人覺得 我一定是會贏的 我一定是會什麼 那些人一分鐘不會贏的 但你這種性格是 比自己更準備好 去做未來更難的事 說得好聽一點就是 希望自己準備好去參加比賽 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 對自己沒有什麼信心 經常覺得自己不準備好的人 就越來越準備好 因為你反而懂得看自己有什麼不足 那你會不斷去改善自己的不足 那到有一天 或者深藏自己的不足 是的 但你一定會去正視那件事 和你會令自己更加好 到了有一天 我相信你出來後 真的不行 我很想問 如果有一天 是真的有一件事 驅使到文軒去做歌 出一些新歌 或者可能不只出一首 你不需要出一首 可能一個音樂企劃 出幾首 甚至可能出一張EP仔 數碼EP也好 實體EP也好 你覺得會在什麼情況下 去推動你做這件事 令你肯去做 一條挺好的問題 沒有想過 因為真的沒有特別去想過 因為本身都挺隨心 而且現在很忙 根本沒有那個mindset 非去那個位置想 是可以想一下的 你說哪個moment去做這件事 我真的沒有想到 但是你說 如果我要出歌 會出什麼歌 我是有想過的 分享一下 我喜歡唱慢歌的 老實說 我應該這麼說 以前我經常覺得 自己唱得比較好一點的歌 是可能有些少澎湃一些 可能所謂人家會俗稱為 喊的那些歌 很大發揮那些歌 但我現在這個moment 我不知道為什麼聲音有些不同了 我覺得比較靜一點的歌 原來比較適合我 因為之前我跟阿武和阿武 聊過 原來我唱得很舒服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你的聲音是適合這一類型 例如臉臉那些 感性一點 但人們可能會覺得悶 聽一下 但我又很喜歡這些歌 可能最近 許廷鏗一場同學 很好聽 那首歌 那首歌是挺入心的 那首風格我會喜歡的 但你說我喜歡聽什麼歌 我喜歡聽Ben San的歌 我喜歡聽R&B的歌 可能慢歌R&B和Ben San 或者現在比較流行 Nio Soul City Pop 那些我都喜歡 這些是我日常聽的 這些類型 近年有沒有什麼作品你特別喜歡 即今年吧 近一兩年都可以 其實我一直都追著一些新歌來聽 因為我會去一些傳統平台 但是想到年尾 我通常都會寫一些review 你的年度之歌是哪首 我當然不會這麼快說 因為真是爭辭得很激烈 因為有很多首我都經常聽 而且每年的年尾會彈出來 那些傳統平台 你聽得最多那幾首 其實應該就是你最喜歡的 我印象 我依稀的看見 應該阿芬 剛才我的歌手 一唱同學 雖然最近播了 但不知道我聽了很多次 尤其是看完MV 真的會哭 真的哭 和欣怡跑過 真的哭 不是關你和欣怡事 但是整個氛圍是淡的 因為真的發生在很多現實 還有我經歷的人 這些歌 我很同意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這首 最近我挺喜歡 是Gu Chen Gu Chen 就是跟MC 張天婦常常拍著常的作曲 有份作 老派《約會之必要》 他今年 我不知道當不當他是新人 但是他之前有派過歌 但是今年 不是派過之後出過歌 但是今年才派歌 不知道當不懂 哪一首 他幾首都好 沙溺 即是幾首他的歌 對 我現在追著一些歌來聽 有點像幾年前 追著林家謙的歌來聽 另外有個新人 Lancy Quay 是頻頻出歌的 最初是英文歌 是英文歌 然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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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聽 我真的覺得 聽到我說之後 R&B和漫歌 全部都是喜歡聽這些 還有陳柏宇 我覺得陳柏宇 你喜歡哪首 很Chill 今年的四首歌都好聽 但是最難度 最特別的是 他首首歌的歌名很難記 是 唱壞賴 即是要考你 有機會訪問他 避免期待的下集預告 很長 還有什麼傍晚藝術館 一人傍晚藝術館 新的幾首歌真是太難見 那次唱壞賴的字 還有一首《懷舊史》一種品味 新歌 嘩 即是有時跟文卿聊天 原來他喜歡的音樂類型 是這麼廣泛 也不只是限於我們電視上 看到他訪問的歌手 有很多可能他未訪問的歌手 其實他都很喜歡聽他的歌 也會的 我會自己找 有些不是很主流的歌手 我會 不知道 有時是突然彈出來 這本是有什麼來的 這本是有什麼出來的 就去找一些歌 來聽聽 我覺得是需要的 經常都說 早幾年經常都說 人們不聽過 這幾年好一點 但是 就是因為大家都不去聽 嗯 所以你說 做一個音樂主持 不只是做一個主持 他本身要對那個行業 是很熱愛的 亦都要很 英文叫 keep updated 即是說 剛才說的 新歌 可能大家都未聽得及 文卿已經聽完 還要預備去寫 還要心裏面的年度 你的年度十大 我覺得我經常有迫力 太大壓力了 我要迫自己 我要寫一集 關於那個十首 今年我自己最愛的十首 其實我有時想過 其實是否有時 不需要迫自己這麼加關 簡單單 因為聽歌是很隨身的 是啊 我就這樣選擇十首出來 都可以 讓大家自己去感受 你需要負責任 因為大家的解讀方法都不同 我總是覺得 所以其實我寫是 只不過是我其中 我一小的想法 或者 我純粹是想推介給大家 所以我現在都開始想 是否真的需要這樣寫一大段 東西出來 去支持自己的論點 這樣類似 我又有少許轉 這個位置 這件事我們期待 我們接下來 如果有追蹤文軒 他在網上的分享 留意他心目中的 2023年十大 不過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你 2024年來 你希望2024的許文軒 會有什麼 在人生或者事業上 一些新的特殊 新的法治法 其實我一直都想做一個個人一點的音樂節目 大家可能會想 其實幾年前我不是做過 在J2的那種 是呀 但其實 還不是我最滿意的作品 應該這樣說 那次其實也很厲害 很多自己的想法原理 其實我找了很多人 現在都未必找到 還有那時候 那個過程其實有點痛苦 因為要牽涉很多東西 剛才我自己說的 就是要約一個訪問 要牽涉很多不同的範疇 地方又要玩 因為所有東西都要一腳踢 很多東西不是你自己 心目中最想得到 或者有的東西 要盡做 我也不怕說 其實試過可能約一些訪問 最後出不了街的 又或者約了一些訪問 或者答應了別人某些事情 可能不是那個時間出 那我就退去那個位置 即是跟那些嘉賓 有很多這些 要跟他們交代 這些位置 其實令到我幾煎熬 和苦惱 這些位置 這個位置是我上次得出的結論 和上次那個位置 我也覺得自己太貪心 因為是一個比較雜誌式的音樂節目 即是可能很多on item 沒有辦法的 因為公司需要和要求 我本身想攤回長一點 因為上次我最主要的那個item 其實是找一個音樂人和一個歌手 坐在一起去說回他們的作品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一個作曲人和一個歌手 其實他們很有關聯 即是可能我給一些例子 即是MC和Gui Chen 他們經常合作 或者我出了街的 那個節目出了街的 即是Jadob和文家軒 即是有些magic上面的東西 還有那時候周八號和陳明 起碼我做了Shutokai 即是等等等等 即是他們是有個關係 我想做大一點的 那這個關係都幾年之後 其實又多了很多不同的新人 亦都可以在族 所以我也挺有興趣做一個 真的我自己真真正正 最想要的音樂節目出品 這個2024年 希望可以 都不一定有的 不過我知道 這張支票我們都要代替了 我相信一定不是空頭支票 我們期待好嗎 期待 可能未必是節目形式 我不知道 有時可以有很多範疇 對呀 因為剛才你也說 你也會有時在網上分享的事情 對呀 可能平面上面做到也未能 或者私立俠自己做到也未能 我不知道 最重要是有這個心 和有這個夢想 對呀 最重要是大家都想做 對呀 我們大家想看 對呀 我想做沒有用 對呀 你不想看也沒有用 對呀 最重要是大家想看 我也想做 嘉賓也樂意接受去做 那就好 那就加油了 我們期待了好嗎 你也是 多謝文謙 謝謝